日前有美国学者发表报告质疑一个中国原则 称联大2758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所谓地位问题 鼓吹国际社会应允许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报告通篇都是民进党当局台独言论的陈词滥调 正告民进党当局靠低级手段歪曲国际法和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出路 朱凤莲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 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有关史实和法律依据非常清楚 任何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的人都不敢提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 不敢正视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 为自己谋独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但是呢除了回避历史现实 偷换概念欺骗舆论之外 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台独分子及其御用文人 不断地重复所谓的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 2758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 靠这种低级的手段来歪曲国际法和攻击 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出路 只会自取其辱 台湾最近有民调显示 民众对所谓美国协防台湾的信心下降 另有五成民众不同意两岸可能终续一战的提法 对此朱凤莲表示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 外部势力操弄涉台议题 打的是以台制华的算盘 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利益 民进党当局苦心炮制的 台湾有势美国来帮的骗局早已经破产 台湾的前途 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 在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和我们一道 努力推动两岸关系重返和平稳定 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解决两岸政治对立 实现台海持久和平 达成国家统一愿景